開了 咸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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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集餐裡面 農民跟行政人員 所喜歡養的胃 就是基本的說明會重點 由台東區 農替改動中 付出場 各地人所見化的野性困有機胃 在經過試驗後 做經驗的困獎 我們裡面的酵素好困難 比較多 毛病就比較少嘛 所以我 毛病比較少了 我這年是 用完都沒有死 所以我 收量跟平常 特地都差不多了 讓那個稻草切割 掩埋的部分 可以加速它的腐化 我想用這樣子的替代方案 我們福島農民 如果能推廣來使用 可以取代傳統 露天燃燒的方式 這年多年以來 農民因為中草冷氣的時間 要等待一個月 我不會負責一支社會財政 所以常常利用燒中草的方式處理 現在頭過的收間 花了一身困有機胃 再來加速 調擦冷氣的時間 圖房裡面 一公克的圖房裡面 頂多一百支 我們把它養到一百萬支以上 然後再把它截回去 對 對 分解速度呢 分解速度的話 我快的話 我們大概十四天 稻草要切細 然後它基本上還要讓它濕 然後再掩埋入土 跟那個菌 讓它能夠有濕氣之後 能夠做發酵 然後這樣可以加快 這個 稻草的一個分解的一個速度 社民會上 國底層富城中也表示 其實這種困是中山裡面 原本有的困 它會記輸來增加困的素量 剛才可以讓中草快速來拉去 對土地也有所幫助 趁這讓土地可以生意更好 你說你如果用這包的時候 咖哩也有錢 咖哩有錢 咖哩有錢 你會發覺說 從來自治 土地收的時候 才不會掉下去 雖然是風台天 不過要是有十多位農民來參加 關乎環保教 互有農民 可以改用這種困的方式 也不用走環保教的人員 來啟招風氣發動 現在 李雲信 差不多 我就